大家好,我是Peter,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FTA每个跟着Peter一起转 大家来看市场上大家关注的项目 Fpoint来看一下Fpoint目前为止的状况 以及我们下午跟大家讲Fpoint 有可能会变盘,我们变盘走个变法 或者是什么时间点,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请大家来到我的推论 大家在推论,重要的大家在推论 还有Puma,这边做一个合作 那他们其实KBlox,大家如果知道 最早我们有跟KBlox合作过 那这次他们推出Puma这个系列的话 那我也是帮他们做一些promote 那这边还有一些有趣的内容 可以大家来关注我Twitter 所有的YouTube都跟意见 不是财务分析,我不是财务建议 也不是财务顾问,最好之前就控制好风险 我们刚刚跟大家讲了一个 像这个状况之下还是有一些项目在命 在命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 那特别是有一些 如果不是从官方出现这些网站 大家一定要再确认 不管是从第三方的软 软件,比如说什么Campus 或者其他地方看到很多都是假的 所以一定要去再生确认 好吧,我觉得重要的 我觉得现在这个状况是防守很重要 那再来就是回到无量 我们这个量是跟大家讲过 5200万,这个是低点 我希望我们这低点快直接 赶快把它 离开这个低点的部分 我觉得今天看这个地方 我觉得有点有趣的地方就是你看这地方量 Number Inquest Involvement 量出了出量,但是价格往下刹 如果你在普通传统市场 你会看到什么? 带量下刹是怎样? 带量下刹这一部分 这一波有点带量下刹就最近了 那带量下跌有两个 两个结果,第一个带量下跌的话 持续会一直往下跌 但如果带量下跌这个量够大的话 那其实有可能就是底部 带量下,我再讲一次 带量下跌这根量如果够大的话 其实就是底部有机会往上反弹 有机会,有机会 那不是讲说这个一定是,只有机会 因为大家如果看量的话 我们昨天跟大家讲说 比如说以无聊猴的地来讲 Other side Other side原本这个成本大概就两亿 再加上7分1.25 这个已经破发了 成本也是3.25左右 那你说变种猴的高位其实在40左右 40,41 他高位回来这已经破了百分之 已经回落超过50% 这已经跌了百分之 40,46,47 那CloneX,CloneX高点也是大概在26,27 Munberg高点40,所以Munberg也回了50% 那Azuki的高点,大家都知道 大概是在38左右 37,38,36到38 所以Azuki也回了50%以上 所以看这些项目 其实很多很多项目 其实他的高点都已经回了50% 那Water Woman Water Woman之前应该在9-10个Eats 应该也是回了超过40% NF2Work更不要讲 NF2Work高点这边最早应该是 Azuki找到15,14-15 那这个到现在5个Eats 那这边其实也是回了相对是深 大家看是Feed and the Wall跌了31% 这比较小项目相对回档了 这个深度比较深 10KDF 10KDF之前是因为大家在讲说 他们跟Coda有些合作 所以他这边有一点点灌水 现在回稍微比较深 我这个时候大家就要看 有一些项目 比如说Sekara Fulu 你看他在这地方两个Eats 就开始比较不太跌了 什么意思 代表他这边慢慢慢慢 快要找到他的这个底部 然后找到底部之后 有机会就会反弹 Water Woman Galaxy 里面6 那Great Boys这边还是持续 还是绿色的 那PED COOPED COOPED之前的话有朋友买了0.4 我觉得这地方COOPED 因为从高位2.5回来 这边跌了百分之 剩下百分之三十了 国外WebLine高位是在2.5左右 那现在会跌到8.0.84 2.5跌到0.84 我讲Flow 就地板 地板的话 他就跌短只剩下百分之六十 三百分之四十 那KaijuKing这边 KaijuKing今天早上来0.9 像0.99 KaijuKing反弹 这边有一些蛮有趣的项目 那比如说这个RKLine 像0.3 RKLine我觉得0.3 0.35差不多了 再看看还没有其他项目就有趣 这波稍微是回的比较深 所以大家要有点耐心 我觉得这个地方 如果手机上第一时间大家NP没卖的话 我觉得这个地方就大家稍微先 还是要有点耐心 那我们来到币圈 币圈这一波是火的比较深 你看如果在比特币回了5% 过去24个小时 到现在是上万2 那EAT 那我EAT回了快6% EAT在这已经在 2300 你看EAT过去20小时 看下EAT给大家看 以太过去24小时 其实稍微回的比较深 你看7天部分 其实这个地方 其实在那边稍微盘在2500左右 周末 周末其实之前就是在2500 2600 直接差到2300 这个以太这一波稍微回是深 我觉得以太 大家手上有一些以太 大家可以稍微考虑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Appcoin Appcoin目前为止 我觉得他在持续探底当中 你看这边 他原本这边我觉得是11左右 大家看一下11也跌破 这往10的方向走 往10的方向走会变成什么 如果大纪 我自己跟大家讲说 这个地方大概是10.5 最大纪是10.5 可以10.5左右 11 这个地方其实11 但是如果你看这一根 这根的下围下面可能10.5 那再来的话就要看这里就9.5了 如果你觉得9.5就是代表这之前第一个高点的 这个进场的地方 这9.5 所以Appcoin目前为止 如果你说就时间轴来算的话 我跟大家讲时间 我感觉这边似乎是有机会会反转 但是不准 因为还是要看整个大市 如果看四小时图 四小时图从 Elon Marks这根往下跌 跌到这边基本上也跌了 跌了三天吗 两天 三天 那这个市到目前为止看起来还是 没有要停止迹象 在这地方我觉得他以为出一根 大量就往下一根 然后有机会 可以稍微停止 那有些朋友讲 哎呀那我买在14 13 那他怎么样 我就只要大家不是开 只要他不是开杠杆的话 我觉得都还好 因为毕竟他整个后面生态 我觉得我 我手我手上还是有 之前 我觉得他这个生态的部分 还是会持续发展 那13的持续发展 那整个必须会要用到AppPoint 那这个地方我也是跟大家讲说 你不要开杠杆 时了 如果高位 你开你放空 那当然是一回事啊 但一般我觉得像这种币的话 放空 其实风险是蛮高 如果你看30分钟图 这边持续还是有在下跌趋势啊 我觉得这个感觉还是没有跌完啊 哎我刚刚大家看下图看小时图 这里呢那再帮大家花一个 如果 我觉得如果这可能就要到9.5 这地方还有一个是10 左右 10 所以现在其实差不多在 我原本这个地方在10.9啊 10.8 10.9 10.9这根 这根就是之前这边的 你说10.810.9都可以啊 就是10.8这根 这根是其实之前这里的支撑位啊 那如果你说这个突破这里 那在这个地方他变成是一个 一个背离的部分 如果你这个大地方这个地方 其实你看技术指标 一定是比这个地方还要高吗 如果这种长时间走哦 如果你做这种长时间走的背离 就是我们现在要找了 如果到时候这个地方 这个是这样子 你这地方你到时候价格我不管啊 价格如果是这样子 对你价格就算你跌到这里 地方是多少 这也是10 这是10左右 那你这个你说MACD啊 对不对 什么RSI啊 什么现金流啊 你这几个这几个这几个 或是什么KED 你这边如果长时间走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背离的 状况之间 那就有机会从这地方反转 有机会不代表会啊 有机会不代表会 他主要还是要看整个大事 那如果不行的话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 其实还是要看整个ecosystem要等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讲说哎呀 吴瑶侯整个系统怎么样 我们NFT手上系统怎么样 我跟大家讲 如果就是你把时间拉长一点 你不要说哎我今天买明天就一定要赚 稍微拉长一点 你说我要做半年 那这地方目前破发没关系 那我觉得他后面在做 他们在盖 我只看几本面 Fundamental部分 我觉得这东西就还是持 还是持续可以有持有的空间 我个人是持续来持有啊 所以这东西也是给大家做参考 刚刚稍微跟大家分析一下 整个市场状况 还有appcoin的状况 那这边就给大家了解说 市场上如果你appcoin 大家就不要 就是不要去追好不好 我觉得是等拉回啊 就是不要追 不要追 不要追啊 等拉回市场都是会拉回的 不管是NFT或是 就币啊什么的 大家拉回到这个状况的时候 大家还是要比较有耐心 好不好 如果你觉得我心里 再给你加持观众推销 DISCO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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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